歡迎回到武器新聞網又來了嗎 彰化在這個月已經有三場送肉粽的儀式 但今天晚上10點在河美鎮 又要舉行法會送煞 里長特別寫路線 要民眾千萬不要看到要避開 送肉粽大家知道是要超度青森的亡魂 但在過去在河美鎮 居然曾經一天發生五起上吊的青森事件 我想說學友哥 據說跟當地一座雕像很有關係嗎 我就跟你講說 其實今天晚上在河美這個地方 又要送肉粽 最近送肉粽的新聞真的是有夠多 尤其你看15天裡面有四場送肉粽對不對 一盤還給他四場 很難避開 很多老百姓晚上要下班 如果上夜班的人閃都閃不離 所以他們就覺得說有點困擾 那困擾怎麼辦 這是一種地方習俗 你又不能夠不去安撫安慰這些商家對不對 好啦 那可是你看 這個15天四場說真的 尤其其中三場在河美鎮 對於河美的這一些民眾來講的話 真的是壓力很大 為什麼 其實送肉粽 在我們台灣西部海岸 尤其彰化這個西北邊 靠沿海的這些鄉鎮市有沒有 其實很多人他就覺得說 這個送肉粽儀式就是把所謂 上吊死的人的煞氣給送走 對 送出海去對不對 因為在當地的話 上吊輕生的他不會說吊死鬼 也不會說給吊死 他會講說什麼 把肉粽 把肉粽 所以把肉粽就是形容上吊對不對 好 那既然上吊的人叫把肉粽 所以把這些煞氣把這些東西全部送走 就叫做送肉粽 送肉粽就把他送走 其實送肉粽真的很麻煩你知道嗎 除了要通告周知之外 告訴人家說我的時間 地點 路線 要怎麼走 而且很清楚的 要寫得很清楚 讓人家知道說 你那個時候要回避 你看像今天晚上這場公告 那里長就寫路線 什麼譚北路 嘉興路等等 所以學友哥 如果他會經過的路線 正好民眾是說 可能不要出門 店家的門都要關起來嗎 最好不要看到 連商家一般民宅 最好門都把它關起來 門窗都緊閉了 那個廟裡面 再如果有送肉粽的路線的話 廟 附近的宮廟都會發一些福 進清淨福或者日平安福給你 那大門口就會放一把掃把 因為那個掃把就是人家講說天地走 就是把很多的煞氣全部掃開 不會進到家裡面來 所以那個送肉粽一事 一開始的話 當然就是由鍾葵來跳 鍾葵在跳就是進這個路 進乾淨之後旁邊 他們有時候比較講究一點的 會請那些八家將 那些宮廟的人士來 就在那邊圍起來 把那些送煞的物品把它圍起來 那如果沒有這個宮廟 沒有八家將這種東西的話 那怎麼辦 就是家人 親朋好友 每個人手上拿一把 貼有符咒的掃把 就是把這些煞氣圍在這裡面 一直送到海邊去的時候 到海邊之後還要直接擲杯 他答應要走的時候 擲到有杯 只要再把這些煞物 那個釣物 全部都燒掉把它送走 才叫完成一次 對不對 那你今天講說 通常我們為什麼要送煞 因為人家講說上吊死的 煞氣非常非常重 就是有冤屈 或是死得很不甘願 對 所以他的怨氣很重 所以通常會抓交替 你知道嗎 我先講一下 這個2018年在鹿港 這個風里籃球場 有一個外地男子就跑來這邊 你知道嗎 他那送煞的顆粒的話 連這個籃球架有沒有 整個都把他記住 他送走你知道嗎 是喔 他在這邊親生 所以連整個籃球架都要送走 對 上氣這麼重 那時候有民眾還開直播 後來去刷掉你知道嗎 而且這個煞氣眼中 就是這個以前早期 就是因為有這個籃球架 他沒有把它送走對不對 他想說這個籃球架 應該很拍出力對不對 可是沒多久之後 又發生了同樣在這個籃球架上掉 所以人家講說 這個煞氣不是開玩笑 那再講一個親生的經歷 就是我的一個朋友 好朋友 我那個朋友他剛開始講說 要做什麼好 他就過去去做一個殯葬業 做殯葬業之後 他也不知道 有一次他很多事情他不瞭解 他只知道一般的一般的儀式或怎麼樣 對於這種妹妹咬咬他也不大了解 有一次他去處理一個什麼 就是上吊親生的安全 你知道他是看了 他上吊 而且看起來那個人好像剛上吊沒多久 好像還沒有完全死透 他想說他跑掉 趕快送醫集救 家屬的一隻講 快點救 好 那就把他送醫集救之後 後來還是來不及 還是你走了 對 那可是你知道嗎 他上到那個麻繩了嘛 對 他看見我們朋友看見 這條麻繩這麼粗 要拿那麼粗的麻繩 而且很堅固 對 你要去買也不容易對不對 他把他帶回去 因為捆綁什麼東西的話都比較方便 他剛開始就放在車子裡面 後來突然就 他把那個青生者用的麻繩帶回去 因為他不知道放在車子裡 有一天他就把他丟在他家裡面 那個陽台就是算置物間 一丟過去他也就忘記這回事 過了半年多之後 他妹妹竟然散掉青生 在家裡面 對 他那時候就去處理他妹妹的事情 看到那條麻繩才想起來 這條就是正常他處理過一條 他們用同一條麻繩 青生 對 同一條麻繩 當然很多人會講 他在那裡要青生的人 當然就找一個 沒有 人家以前傳說 早期老一輩就告訴你說 上吊青生是會抓交替的 是沒有錯 所以上吊青生有很多工作 你不能去著拿剪刀 就把它剪掉或幹什麼 你一定要 如果真的已經已經死了 沒有急救的希望的時候 拜託你現在旁邊淨化乾淨之後 再把它處理下來 所以跟你說 上吊青生不處理好會抓交替 那我們剛才講到 曾經和美 在幾天幾個月之內 就連續好幾起的上吊事件 那到底是抓交替 還是說有一些風水導致的 當然有時候人家會講說 風水也有影響 或者是說這個是抓交替 那當然信者是覺得抓交替 那不信者就講說剛好巧合 為什麼是巧合 2009年這個9月7號 一直到10月13號 36天的時間裡面 一個半月一個多月 一個多月而已對不對 你知道光和美鎮這個地方 發生五起 其實那個時候很多人 當地人是講說是九起 那五起是為什麼 這五起有支建築媒體的 有報導的你知道嗎 那其實你知道嗎 這裡面有很多原因 就包括說一個 女生有沒有 產後有沒有 憂鬱症對不對 他憂鬱症之後 他就有一天他就覺得說 外面有人在送煞 他剛剛就好奇 就趴在那個窗戶旁邊 就在那邊看人家 然後送走偷偷看 那老公就開始罵他 你是沒台沒錢 我看完那邊 跟你說不可以看 那因為剛好生完小孩 所以他產後憂鬱 被他老公這樣一罵之後 他老公不注意 就這個繩子就省掉了 那還有的就是 在這個河美公園旁邊 有一個電線桿 就是有一個老人 就是因為他的子女都在增產 都沒有在顧他 他的生活每天病痛很辛苦 有一天他就坐在那邊 省省的 就從旁邊的那個垃圾桶 剪了一條繩子就 就坐在椅子上這樣子 綁在上面就直接這樣掉了 沒多久之後 那一根電線桿 又有第二起 又有第二個人 而且你知道很多事情 就在那個附近 就一直一再發生 是 所以人家就講說 為什麼都在這個地方 對啊 而且都在河美鎮這個地方 所以大家就想說 這問題很大 到底是抓交替還怎麼樣 就像你剛才還講到說 有可能是風水 為什麼 因為剛好那一年 那個政公所 弄了一個那個裝置藝術 對 他說這個叫做織女像對不對 對 而且織女像 哇他那個彩帶你看 哇很長的很漂亮 對他想說裝置藝術 為什麼要裝這個你知道嗎 因為河美鎮曾經是 全台灣紡織業 身材第一名的一個地方 所以織女有一種象徵 那種紡織業的那種感覺 過去紡織業的紅薄 對 所以弄一個 那個裝置藝術在這邊 可是自從這個裝置藝術 弄上去之後 就發生這些事情 人家就講說 欸 這還差點 因為織女是神明喔 是 他七千女織業對不對 神明你沒有開關點眼 你就把這個都放在這邊 欸 過來會聚陰啊 喔 沒有開關點眼的神明感 會聚陰 聚陰嘛 就很多東西就會聚在這邊 所以才會造成不平靜 那可是當初的那個鎮長政府 欸 不對啦 不會啦 沒這種事 所以人家穿著附會嘛 對不對 那可是說真的 問題是老百姓 已經有這種念頭出來的時候 心裡就最最不安了 那怎麼辦 在2015年的時候沒辦法 就只好決議 還是把這個象拆除 哇 這隻女巷子 設置了幾年時間 因為發生太多起的 上吊親生事件就拆掉了 就拆掉了 大家看果然 我說實在話拆掉之後 這個地方 河美這個地方 上吊的時間就比較少了 對 好 那我們講說 其實這個 送煞 我一直在講說 這個送煞真的很嚴重 不要隨便亂看 對 之前也有一個女生 檳榔西斯 就在她的那個貨櫃屋裡面有沒有 被人家殺死亂刀砍死之後 後來你知道那是送煞就送不乾淨 那個貨櫃屋 他們想說清理清理 只要把她的一些東西送走就好 可是送走之後 這個地方沒多久又發生兇煞案 人家在講說 包括那個送煞 上吊的話就包括繩子 橫樑 或者他墊腳的那個椅子 梯子都要送 包括剛才講說籃球場 連那個籃球場架子都要送走 連那個貨櫃屋 整個都要送走 這就很有名的 就是因為有個高中生有沒有 他就是在好奇 偷看人家送落眾迷事有沒有 這個看了之後 他也是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你知道嗎 他每天就做夢夢到自己在幹嘛 你知道嗎 練習白手啊 對不對 綁那個繩子 對 夢到這樣夢 人家就覺得很奇怪 後來他爸爸媽媽就覺得說 你有時候要告訴我 做夢夢到對不對 他自己醒著的時候 也在綁繩子 那他爸爸媽媽就覺得很奇怪 有一次就偷偷注意他的觀察 有一天突然間他在裡面 真的掉了 真的掉上去之後 他父母幸好 趕快救他 對 趕快來得及 把他救下來 聽說另外一個事是他也發現 好 把他救下來之後 送醫急救 就問他說 你為什麼沒事想不開 到底有什麼事情 他竟然跟他們家裡面講說 他那個時候就是在綁繩子的時候 耳邊突然傳來一個聲音 就跟他講說 時間到了 這次輪到你了 輪到我 輪到我 輪到我把爸爸拿去抓 所以我就跟你講說 這個煞氣已經是被根上了 對 另外一個是彰化鹿港 有個老宅你知道嗎 這個老宅說也很奇怪對不對 因為接二連三 剛開始是一對外地來的 年輕夫婦承接 後來竟然雙雙 那個在這邊上吊 在主樑下面 對 人家就覺得說 奇怪 那年輕夫婦平常都有工作 而且看起來 兩個感情很好 那到底是什麼原因 是不是外面欠債 或什麼東西不知道 反正就是上吊 後來下一個來租的 是一個單身的男工人對不對 他也是承租沒多久之後 也被人家發現 因為他很久沒來上班 故事講說你怎麼跑掉了 所以後來去看了之後 發現他在家裡面上吊 另外一個也是單身男子 也是承租之後你看 無緣無故數週之後 也被發現在 上吊在這個地方 這個故事為什麼會被發現 是因為一個房仲業者 他就說 怎麼經常來這裡租房 租房多久就都跑掉了 對 就親生了 對 他去看都上吊 後來那個什麼屋主有沒有 他覺得這個是地方 一定要好好處理 所以人家就跟他講說 在這裡的牛你沒給他上吊 永遠就有煞氣在那邊 對 所以他們後來就把整個梁 鋸下來要送走 可是在鋸這個梁的時候發現說 這個梁上面還有梁 梁上面還有梁 對 而且這個 因為是老宅的關係 梁上面那個梁上面 還有好幾個 曾經掛過重物的那個痕跡 就是有吊過繩子的痕跡 對 就表示說這間樓房 不只只這次三四月而已 正前更多人在這裡吊 所以後來乾脆把所有的屋頂 拆掉有沒有 重新蓋屋頂 把所有的梁全部都送走之後 這個地方才平靜下來 所以說這個鹿港老宅 如果說不是這個房仲機靈 去發現上面的梁 這個網站 我們靠近來這個梁 就是這個梁 那個梁 就說這個梁 還可以聽到 這個梁 可以對 我就說這個梁 是這樣的梁 它的梁 是這樣的梁 它那個梁 那個梁 那這個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